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全能一人 自己之前就是一个纯素人 我拿到这个成阳网也许是什么 就是一个 三二一 嗯 听得见的真实 触得到的身性 紧急出口的朋友们大家好 他是宇阳 他是何一帆 跑起来 耶 为什么参加创造营2021 是因为对舞台的执念吧 就是因为舞台而去的 我被朋友拉过去的 漂亮 我觉得是成长 我觉得是友情 会经常每天 every day 起床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 我有时候想起来搜 想不起来就不搜了 会在意外界的声音 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在意 就想听的就听 不想听的就闭卖 不会 我没脸没皮 漂亮 我理解的人生巅峰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享受当下 我人生巅峰就是做自己有太多的音乐 我觉得用失业这个词语来形容不太恰当 因为就像周震南学长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大学刚毕业出社会的学生 然后我们要去各家公司偷简历 但简历这个东西并不能每次都中对吧 我们就只是在等待那个机会 我感觉从创营出来 很多人说是失业 我感觉不是 它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 对很多人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但是我走到了艺人这条道路上 也许就是说它是我的一个工作的方向 我感觉这很多是开始 我从幼儿园开始 我从幼儿园开始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唱歌 并且我在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喜欢看奥特曼嘛 然后我就会唱那种日语的主题曲 从那会儿开始 我父母就发现了我的音乐天分 然后五岁的时候就送我去 学唱歌、学钢琴去了 我的优势是 更懂得怎么样去安慰和照顾大家 预想过 预想过 预想没用嘛 有想过 我应该去接受每一个结果 尊重每一个结果 我觉得收获到的最多就是友情吧 那像雨昂 是吧 还有我们603的小伙伴们 其实我们大家 很开心 对 在营里面每一天都很开心 有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因为 从小到大 他们都 一直 很支持 我做这份事业 嗯 因为做这行 真的 很难 大家都在 不停的努力去等一个机遇 但这个机遇多久来 不知道 有些演员 你像 30岁 40岁 50岁 才迎来人生的第一个机遇 然后才能让自己好起来 然后我记得我 妈对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儿子不行就回来 妈养你 当时我觉得 哦 但是因为我已经成年了 你这样说 会让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男人 所以 当时 本来是自行性别打劫 被我妈这一句话 就重新 那种 刚的那种 劲就拿出来了 说 我必须要和这行思考到底 就是我既然选择了 我跪着我要走完 我最大收获是有情 遗憾是 没在镜头面前表达自己 就是一到镜头面前就比较紧张 被认可 就是感觉 比较不真实 梦幻 然后 也不知道我接下来 该怎么办 然后因为当时有一个A嘛 拔击就 撂在自己的头上了 就感觉 哇 这份压力好大 我有点接不住那种 对 因为就是自己 之前就是一个纯素人 对 所以说有这么一份 重大的礼物 真的接不住 我没压力 我选这个宿舍来说的话 我也是 机缘巧合吧 也不是说 命中注定 也不是说 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也不是说 事先被安排好的 我感觉选到这个宿舍来说 我是幸运的 我很幸运 我能在营里认识他们 对 就足够了 我就希望他们仨 越来越好 然后 主要是有困难 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我肯定会 站出来 站到你们的身后 帮你们就完事了 就因为想要站上舞台 因为只有在这种节目上 你才能留下更多 让自己很满意的作品 才有跟不同优秀的人 合作的机会 我不只是为了创四做准备 我这六年以来 我和小鱼 我们都在做准备 我们准备了六年 就为了等待一个 这样的机会 我知道 我当时已经预想到了 因为当时工作人员已经说了 可能因为时长不够 所以可能不让人家事 然后我争取家事的过程 也是十分的艰难和够受煎熬 我是在撑腰过后去申请了家事 我知道不会去改变我的撑腰结果 但是这是我跟粉丝们之间 定下的一个承诺 我要去完成 我也不想要做自己后悔的事情 当时已经预想到自己 可能就止步于此了 所以我和小鱼 我们是最后一队去看对方的结果的 我只是想和小鱼再多待一会儿 我最怀念每天晚上大家说好了不去吃夜宵 但是每次都多吃两份 然后吃完夜宵以后 又在那里坐着看 两个小时的《斗落大陆》的日子 我唯一一点遗憾就是 我没有展示过我的低音 因为明明我每次去参加一次节目 我都会唱自己的低音 但是因为这一次 在一个新的舞台上 然后面临更多的粉丝 面临更多的创始人 他们没有听到过低音 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 所以如果我有机会 站在最后一个舞台的话 我会选择唱 我每次都会唱的《Your Man》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 我如果唱这首歌的话 我的想法就是 我从哪里跌到 我从哪里爬起来 我觉得自己做过最刚的事情 就是和命运作斗争 你看一直以来 可能都不那么的如意 但是命运总是想要逼我下轨 但命运不配 这是我在二窗里面 在军民里面写的一句歌词 那可不得得小心 到现在来说 我感觉无所谓了 我现在来说 我什么都敢说 对 一间解放天下 我感觉没有必要在镜头面前 是一个自己 然后私下是一个自己 你在镜头面前 跟私下其实是一样的 你想表达一个怎么样的 你自己而言 是真正出发你内心的 而不是说你想表达出来 是什么样的 有人说你少年强说仇 那我会告诉你 首先来说第一个点 自己的年龄 与真实的经历没关系 也许你25岁 但是你经历了一个40岁 都没有经历了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对于他的打击度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40岁的一个中年的人了吧 他没有接受过这个打击的事情 所以说来说的话 他也不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东西 也不会有这种成熟度的出现 所以说大家说 说这个年龄与这个经历 不挂钩的关系 也就是在这个成熟度上 所以说我每个人的经历 会有每个人的不同 我感觉 喜欢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感觉 郁阳是个什么样 那就是个什么样 我没有必要去过多的解释 懂你的人终会懂 不懂你的人 你再跟他说一百句也不懂 所以说我想说的就是 做好自己 然后大家能够看到的 郁阳呢 你们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 嗯 我最珍惜的经历 其实我 第一是舞台 有这么大的舞台 有这么好的舞台 去表达你自己 去表现你自己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说你每次舞台 你都要珍惜 其二的话 珍惜的是405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友情不多见 就是 尤其还是跨过友谊的 然后大家 就是那种 你不跟我说 但是我也能观察到 你每个细节那种 它是 情感当中一个 最生动的东西 所以说我也比较珍惜405的 这份感情和友情 我们畅畅的 有什么感情和友情 可能是否也会让你感受到 我以为你感受到 什么感受到 你感觉到 你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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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惶恐当中的点就是在于 我怕我的这个东西 如果要是弄不好的话 会不会给他邋遢的成绩 但是 我到最后感觉我要给我自己打分的话 打打打打的就是计划分吧 哎呀有啊 就是跟他们分别的时候 哎呀我真的是 我就特别特别受不了 就是跟他们分别那种心情 你说 你说大家所谓的说说 这个这个看到 405最后分别那时候是挺难受的 说实话我自己内心 更难受 对我不想 看到他们嗓 所以说说这个这个感情吗 对吧 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事情 对 我要坚信我自己好好做我自己的音乐 好好做原创音乐 是给我自己最大的改变 嗯然后 革命尚未成功继续努力 对 发歌 嗯 出专辑 拿好的作品 拿自己有太多的作品 发出来 好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我会去看粉丝的留言 因为他们会经常给我发私信 会给我评论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 嗯这么多年的不 这么多年的这些变化吧 他们也知道可能我内心的落差也会比较大 也会不开心 然后他们会来就是来鼓励我 就我粉丝都没有放弃我 那我干嘛放弃自己呢 嗯 我不爽啊 当然会不爽 但是 嗯 我也 很愧疚 对我的所有 队友们 嗯 没能带他们一起进入A班 但是大家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对吧 每一刻都觉得自己离成团的目标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看到他哭了 我也想哭 本来说说好了 我说我在下面 我就跟他说我说 兄弟 不能哭啊 他在下面就 说好都不哭了 结果看到他哭 我就忍不住 也哭得不像样了 为了当时在现场 为了不让自己哭 还给了自己巴掌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方这六年来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当时我心里面想 说兄弟我一定要 看你站上成团位 其实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一瞬间 你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 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更成熟更成文了 突然就在一瞬间 你就发现你的责任感更重了 其实这一路过来就是这么 就过来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一瞬间就突然醒悟了 还有更多要去学习的东西 因为永远没有一个终点 老天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 继续加油 继续走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创作的 我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出一个完整的模型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我自己大概的框架我有 然后会每年元旦晚会都会在学校 然后去唱首歌 到大学之后 然后又再到我自己 接边演唱 那个时候又会有很多喜欢听唱歌 所以说后来就把高中的那个框架最后做成了你们这首歌 然后写给自己的粉丝听 是在蒙着摄像头偷吃自热小口锅的时候 还就大米饭 那个时候 让我们非常的感受到了405亲切一家的感觉 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家喝吧 我们五个人哎呀 跟他边吃边聊边笑 就是摄像头没录着我 我 我不会去改变 我也不会去 做专门想迎合市场的东西 嗯 我自己现在想表达的这个东西 只能说是 我自己现在 我这个年纪我想要做的 想要表达 想要写的 想要唱的 嗯 我不知道等两年之后 我还想不想写我自己这种类型的歌曲 我只能说是 通过时间的推敲 然后慢慢的去 看自己怎么样一个发展 也许未来我会写不同 样的音乐 那个时候也许自己的心灵 成熟又与现在的不一样 所以说 嗯 我还是想 好好的做我自己 对 坚持 我好 我这 我这 我这个都不用我自己大脑过 嗯 我就是直接说坚持 因为 嗯 我写的这个作品 我想表达的 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感受 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一些故事 而说我把它写出来更多的让听众和观众去看到的是 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感受以及感悟 如果有一个人和你志同道合感同身受 那我是幸运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审美 嗯 我能做的就是 在做好我自己的同时 我也能不忘我自己的初心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多少人很多的时候 大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 呃 我们想做 但是又不敢做 然后呢 对于自己的未来呢 总是像那种窗户一样隐隐约 既能看到前途的光明 又看不到前途的光明 总感觉前面有光 又总感觉前面黑暗 所以说我想表达就是别那么犹豫 嗯 没那个必要 我想说就是 嗯 敢做我 然后敢去追寻 嗯 给自己不留遗憾 这才是 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东西 自己想去做创业就去做创业 自己想去 当艺人就去当艺人 自己想去追自己的梦就去追自己的梦 没必要去顾及那么多 啊 当你有一天你做不动了 反过来再想我当时为什么没做事 我感觉 真真正正的遗憾 那才是 对自己的青春不负责 那才是对于自己的青春是一种辜负 所以说 我也不是 什么目标 我也没有那么伟大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大家 大家 不复初心 啊 未来可切 加油 啊 想做还没有做的事情 我可太多了 嗯 我想跟 我的摄友 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然后 我也想 跟我的摄友一块出去去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地方 然后 我也想 调皮捣蛋 然后 我也想 那种 就是 啊 好多好多 嗯 其实我遗憾挺多的 不忘初心 做好自己 自律 我就是宇宙无极第一帅 我就是大聪明 我就是个天才 来 我不羡慕太阳 找不了你 过往 有些黑暗 我们 都 一样 都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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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